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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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龙汇宝网站3w.66a9.hom或拨打400-025-0245 订购吧 好 接下来再继续用这个颜色 多沾点走势 把每一个花图画好 这花图要点得活泼一点 不要点得太死板 这个大小要随意一点 好了 花完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花叶子 这个紫藤花的叶子呢 它是一春天开的 它比较嫩 所以呢 藤花可以多放一点 同样可以放一点点三绿 然后呢 在它走势 因为这个叶子比较嫩 带一点红色 好 我们它的叶子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长在花朵旁边的 这个叶子的安排 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个图章法的需要 要进行安排 是为个图服务的 好 那么这个叶子呢 这个结构呢 就要花得相对来说要花得清楚一点 它是全部暴露在外面 这个一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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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体的自己的叶子 这个一个图付感的不错 好了 这个一次画完以后呢 我们可以用一支比较小的蓝毫表 用90下末 然后进行勾筋 由于这个紫藤花的一支比较小 我们勾筋呢 只要勾一笔就勾 但是这一笔筋 这根筋勾在什么位置要讲究 正面的一支还好 侧面的一支一定要勾在它的 像这片一支要勾在偏上面的 它就转过去了 勾筋的时候注意 也要出息变化 要有顿挫 要有接触感 这几片一支 这个一组一支 这个筋一定要勾得有连贯性 不要勾了一边一边之间 要相互 没有敷衍就看起来就不活了 好 滑到这个时候呢 这个藤呢 已经干了 那么这个藤呢 由于这个 干的太多 我们可以用 刚才滑腾的这支比较加水 调出一个淡漠 在过分空白的地方 再进行一下 烘蓝 好 接下来以后呢 我们再用一支小的变 这样白颜色和藤黄 调和起来 用比较浓的藤黄色 点花心 它们一朵花中间就是有两个花心 所以我们点的时候呢 就不一定要完全按照它每一朵花的 去点 我们有树有的就可以了 好了 全部花完以后呢 我们再用一支大白颜 花一支大白颜 沾点水 把这根和面的这些 绿颜色呢 洗出来 就用这种蛋白的这类颜色 在这个花朵 这个中间 进行一下 烘蓝 让这个花瓣与花瓣之间呢 更加紧密 由于这个紫藤花呢 这个花朵呢 比较小 一支也比较小 容易花的琐碎 这样进行点断了 它就可以花的稍微整体 甚至这个 藤的周围 也可以用这个这类点一下 增加一点这个生气 好了 这个紫藤花呢 就这样说是完成了 这个下面呢 我用这个颜色呢 这类花一张 也是藤本 是灵萧花 大家看看 这个灵萧花 和紫藤 有什么不同 好 sided 对 片子 你的 这个林肖花呢 它也是藤本类的画画 这个它的藤和紫藤呢 应该说从画画上面来讲 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林肖花呢 它这个不大会像紫藤花那样 长得那么粗啊 这个怪异 这一般的林肖花呢 都是攀附在其他这个树上 或者石头上这个生长的 那么林肖花呢 它的结构呢 和这个紫藤花差不多 它叶子的形态也差不多 但是它要比这个 要比这个林肖的叶子呢 要比这个紫藤呢 要老一点绿一点 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呢 是已经初夏了 这个我们画纸 林肖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不要先画藤 我们先可以画出它的花朵 和它的叶子 这个林肖花的叶子呢 应该是要画的 稍微要 颜色要 稍微要 深一点 浓一点 用藤黄 加花青 调出一个这绿色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呢 沾上 沾上一点 墨 先画出部分一纸 用点多法 来表现 好 我们画了部分 一次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画花了 这个林肖花呢 它的颜色呢 是珠红色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珠标 珠标 甚至珠标里面可以 加一点黄颜色 然后 在这个基础上 沾上一点鼠红 使它这个颜色呢 里面有点变化 这林肖花的花朵 有点像